有这么多的事情 那么诸位如果有假期 你们不是到中国去旅游吗 就可以到山区去做一次访问 亲身听他们讲讲这些故事 亲自去接触 了解这种效果 送金面糊的效果 增长你的信心 断除你的疑惑 疑 大乘教里就常讲 疑是菩萨 最大的障碍 你对他怀疑 你就得不到感应 所以确确实实 一切罚重新下证 医生跟病人治病 早年我在美国的时候 大概总是有20多年前 我住在达拉斯 有一次感冒 同修介绍我就看一个医生 这医生是中国人 在美国开业 听说现在他也不在了 已经走了 我那时候就告诉他 我说医生跟这个病人 最重要的要有语言 他同意 他说确实 要有语言 语言是什么呢 病人信任医生 对他没有怀疑 相信他 而医生也相信 确实能把这个病人治好 彼此互相有信心 这就有感应 他那个药就产生效果 如果病人对这个习生 欢喜 不相信他 他再高明的医术 都治不了他 我说最后的结论是 病是谁治好的 信心治好的 他很同意我的看法 就想想是有道理 信心治好的病 所以这个医生 看医生 你相信哪个医生 那个医生就对你有效 不相信再高明 对你没效 所以说这个治好病 不是医生 是你自己的信心 这个要懂的 同样一个道理 是事出事件 一切法的成就 都在信心 华言金山将 信为道远功德 我 张扬一切 住善根 世间人干物事 也是有信心 他没有信心 他坏事也干不成功 无论善于无 都是在信心 决定 未经许法